MD Ler 哈囉 嗨 我是Vivi 嗯 這是黃琼瑯老師 我呢 我們現在來講的是如何不要當黃臉婆 我不知道剛剛我剛剛有先小提示一下 黃臉婆的大徵兆 大徵兆 第一個就是 你還在摸你的體重嗎 像我現在都在進行減肥動吃動 每天要運動啊 食物要吃得很健康嗎 然後第二個是 你是不是很久沒有逛街了 是不是覺得我要帶小孩啊 沒有空啊 我要坐家室了 沒有空啊 我沒有空逛街 NO NO 不可以這樣子 偶爾還是要出去逛逛街 你才知道行善流行什麼服飾啊 怎麼樣打扮比較好看啊 不要跟Fashion脫逛 好嗎 第三個就是 你還信任你老公嗎 老公當然會跟你說永遠愛你啊 但是一定的啦 但是其實永遠還是要提高警覺 是不錯的吧 是不是 然後 裝甘自己是很重要的啊 如果你越來越黃 越來越黃的時候 你嚇別人 別人也害怕啊 那你每天回家都嚇老公嚇小孩嗎 是吧 那 第四個就是 你是不是覺得很久沒有化妝了 你保養品都有沒有過期 化妝品是不是都過期了 有 不要啊 千萬不可以這樣子啊 都是這樣子 真的就 我今天就會變黃臉破耶 那第五個就是 嗯 我有點忘記了耶 第五個應該是什麼啦 你記得嗎 第五個是 對啊 我也忘記有看小超嗎 哈哈哈哈 第五個是什麼啊 我看看 舒適感的生活 是不是都穿平底鞋 休閒服 是不是 一點 賣裙都搭不上線 是沒錯啊 我的確很久沒穿高跟鞋 都穿平底鞋 那我今天穿的也是 平底略高一點 高一點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是穿的 我是穿的休閒服 但我有搭飾品 還有剪 我還穿的可愛的小裙 好吧 這樣簡單的變化一下 你覺得好像很有型耶 那我 我今天是素顏 剛剛有洗臉齁 臉上最好不要有其他東西 這樣我們等一下示範的時候 才不會有血血 OK我今天素顏 皮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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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皮膚 empty 沒什麼 等一下因為我要試驗扁邊臉 所以我非常需要老師的這句話 來鼓勵我 真的我說實話 對我今天有膽子放膽的 就是过出去 給大家看看試驗那個扁邊妝 素顏的樣子 還有扁邊妝的樣子 我先簡單來說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平時 有出差的時候啊 或者是有補quis出門 最簡單的 化妝藍的技巧棒 藍的化妝版 我會先 記住了那個保濕化妝水之後呢 我可能會上一個這個防曬 然後再上BB霜 然後第三個就是會 BB霜完了之後呢 我會用那個海綿 可能就是用水然後 輕壓整個臉這樣子 然後再上這個蜜粉 B粉完之後這個 我會用這個 藍人對腮紅 那有很多顏色然後有淡一點的顏色 就可以拿來打光 超藍的一盒就解決掉 然後會上一個修容 那是一定要的啊 B臉嘛然後我鼻子又沒那麼鐵 對不對一定要的 然後再來可能就會 眼線然後我用的眼線是這個 超細的 有點技巧有時候自己會畫10來 那我應該從那個眼尾子畫 然後再眼筒戒起來 然後 對然後下眼線會畫在 這個眼球的這個中間 這個地方中間畫小線而已 連後面都沒有畫 我的不一定是正確的喔齁 等一下會有老師示範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睫毛膏 那是細的那種睫毛膏 然後本來也是眼影很懶的方法 可能就是橘色 上個橘色 然後咖啡色尾巴 上一下這樣子而已 我都用手磨而已 然後我唇膏呢 欸 心情好 的時候可能就用一下顏色 心情普通的時候就普通這樣子而已 沒有顏色 然後頭髮可能會上一下髮油 讓它有點亮這樣子這樣子 我不會用那個 有一些那個護 摩托哥有嗎 欸 雷達們 摩托哥有 摩托哥有都是很不錯的 對 然後 然後如果髮色也很退 因為這個是護髮染而已 它會退 它在原理退等就是再加強一下 用濕濕的幫它加強一下 然後再吹乾 一次性而已 這就是它的光澤嗎 對 讓它顏色跟光澤這樣子 啊對 還有那個 影型眼鏡 早上起床啊 眼睛還沒有清醒 然後就會眼壓眼藥水 讓眼睛清醒一下 再戴一隻眼睛就解 這樣子呢 大概十分鐘就好 我覺得 動作很快 呵呵 那也不曉得 那現在請那個 我們專業的 也還在這個 這個業界有二十年的 那個 彩妝造型的經驗 這個 我認識求乳 其實是在那個 TH wedding的時候 認識的 那等一下我的那個造型狀 我會 秀在下面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到現在都覺得 好了不起 而且我覺得 我那個妝之後 有很多人學 嗯 有別的老師也學 只是說 書裝 對 特殊裝 就在鐵上貼 一些小鑽這樣子 天水鑽 然後跟亮 也都 然後可是我看過 沒有老師 他也學了 可是就是差別在 亮片的大小 我們的亮片 是很小 水妝也是很小 小小的 紫細的這樣 紫細的貼 這樣看起來比較親切 對 然後別人可能就是太大顆 嗯 就這樣變太大 太大 對 或是他想覺得 沒有辦法接得這麼密喔 然後就覺得有點 我 對 對 所以那時候他 剛剛畫的時候真的是 很 第一個那個 因為我們閉上眼睛讓他畫 那個觸感 好舒服喔 真的是 因為眼睛閉上不曉得他怎麼畫的 今天我要偷偷的學 偷偷的教你們 你怎麼可以 化妝這麼舒服 用 舒服就是 嗯 涼涼的啦 軟軟的啊 就是覺得這個 他在在鋪 那個粉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粗 在那邊給你磨 好像給你磨沙一樣 有沒有 他的畫法不一樣 這個畫妝的方法很棒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 試 試驗給你們看 嗯 我們等一下我們先試一下那個 媽媽接送小孩的時候 或者去買菜的時候 不要嚇死那個菜飯老闆 也不要嚇死幼稚園的老師 或者學校的老師 然後對不對 每天都是這樣 那個樣子 嚇死了對不對 不要 那我們等一下會教一下 最簡單的 媽媽買菜 對 媽媽買菜的妝容 對 就是先注意的 那個重點在哪裡 走 走 走 因為幫媽媽買菜的時間都很趕 因為會接送小孩 對 所以至少就是要 本人就是說 你的基礎保養好 那還有就是說 你的妝容 然後讓他看起來 比較好的氣色 對到你東方 你都是比較辣 那你如果說 沒有上一點點粉底 或是薄一點的 露絲霞霜 那你感覺是不是會 看起來比較辣黃 他又沒有上那個 所以為什麼叫黃臉膚 黃臉膚 對 然後就是說 你要上一點基礎就是 腮紅 那看起來比較有氣色 然後才不會就是說 那你辣黃 然後上一點全蜜 然後重點就是說 你眉毛可能真的比較淡 對 一定要眉毛 就去嚇到人了 眉毛 眉眉眉眉眉 對 眉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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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學了 嗯 好 然後呢 再來這第二個就是 你是職業部 或是你是偶爾會上班的 因為 我們上班的 有很多 基本的畫法 我們該怎麼畫 因為可能 不知道客戶 不知道 同事或主管 也不能說 也不能太誇張 但是也不能太淡 嗯 對 那請問你如果上班的話 我們這場上 不足以的 製妝的重點 像一般這場上 我們是MOL 那我們這次說 好好的 就是說你如果說 要有一個好氣勢的話 一樣就是我們都化了 紅色嘛 那你就是說 調整好自己的那個 妝容的顏色 還有就是說 眼睛的浮繩 因為一般有的 睫毛 浮繩 眼睛浮繩 對 還有就是說 眼線 因為眼線也很重要 對 要不然你看起來 就會看起來比較不省 對 所以上班的時候 其實眼妝就很重要 眼線 就是讓你看起來 是有氣色的 就是說 眼眼不用加西蘭的 對對對 不要說 啪藍色 啪不色 啪紅色 對 那口氣都裝紅了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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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畫太恐怖 太Fashion 太Fashion 那種眼妝 對 也是下 對 上班的就是 顏色 你可以選一下 對不對 然後上一點睫毛膏 對 淡淡的眼睛 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嗯 講過啊 看電影 吃高級餐廳 雖然有點難 哈哈 哈哈 有機會 對 或者是 同學會的時候有沒有 不能輸有沒有 或者是 吃喜酒的時候有沒有 也會遇到同學啊 對不對 吃喜酒 或者是 好啦 正式或者是 姐妹玩具會 有沒有 跟你輸啊 對 這時候 就說你在家裡再怎麼辣 出去的時候還是要 這個 正式一點的樣 對不對 對對對 就姐妹聚會啦 聚會的 一個正式的妝 這個 等一下老師也會教我們 還有現在最流行的那個 韓式 韓式的化妝器 的技巧 等一下我們告訴我們 那最後我們會講一下那個保養啊 那最後我們會講一下那個保養啊 在接觸的保養 該怎麼保養 有點像我這樣子 脖子這麼 脖子這麼的 脖子這麼的 還可以 可是就是 其實 懷孕 生完小孩的時候 一點點的飯 至少大家看得到嗎 最好看不到 我自己知道 本來都沒有的 有 有 有個人是那種胎班 一部胎班 對 有個人是胎班啊 有一些 有個小群班 喔 那我們就像胎班 對 然後有些人是因為 懷孕了之後嘛 然後就開始找這個 不光明 然後就像胎班 對 對 那我跟懷孕之後 我就有一點點在遮瑕 所以 需要一點點的遮瑕 嗯 那什麼 好啦 那我們今天 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個第一個 我們今天送小孩子 買菜 好不好 最基本的 那我們現在 老師 你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的工具 我剛剛有介紹一下 我們的工具 是陽春 那我們先 好是來介紹 好 小孩子們 就是說媽媽 拿到這邊 這樣 媽媽買菜嘛 就會趕時間嘛 那當然就是說 當你呢 那早起來 很快速的洗完臉 擦到你的基礎包 就是你個人的基礎包 然後沒完之後 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擦一點隔離霜 因為有時候 太陽子外線嘛 然後擦一點隔離霜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上一點 這種是 那種 就是凝霜 粉底凝霜 因為 有些人就是說 他擦了 氣墊噴米 那種太厚 之類的 他家的油 那其實不是吧 那也不是 氣墊噴米有時候 不是針對每個人都適用 那有時候 你如果說比較容易出油 或是比較粗大的話 你又上去的話 你可能 到買菜的時候 你 出版 已經別當我出油了 對 那這樣空氣 有沒有 灰塵 就全部黏在你臉上 你臉上看你就會當當的 騎個托車都黏在你臉上 真的 所以可能就是擦這種 比較保濕的 那種什麼 感冰霜 然後它是比較薄透 然後又有點保濕 對 然後就是說它也是有那種 如果一針的下肚 那你看 你臉上就是會比較 很輕鬆的這樣子 那個 裡面是有 包裝水嗎 沒有 因為它本身的成分 它就是像 像有時候那種BB霜 它看起來會比較厚 那 雖然比較厚 它的遮瑕度會比較好 可是有時候很多人 你看 女生換完妝 對 太乾 或者是說上完妝之後 你很白 脖子就有一個顏色 對 那就感覺上你是 所以它這個是比較薄厚的 然後你 你不會給人家感覺上 你有上太厚的 因為除非你今天 好像你沒化妝一樣 對對對 然後你有化妝 對 有製造很多膚色 都只是好的 這太重要了 對真的 新肌妝 沒錯沒錯 然後還有就是說 像你化了妝之後 當然就是眉毛嘛 對 你可能又是說 因為 我會比較記憶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天氣 有時候 比較潮濕 那有的 她用那是眉粉 是眉粉 你看媽媽一流汗 很會流汗 這樣嗎 因為 去買菜吧 然後你又要這樣子 分波 那很容易流汗 你流汗一波 你的眉毛就已經不見了 就不見了 那你又沒有再皺進去 對不對 你的眉毛還不見了 所以我會比較記憶就是說 用這種眉筆 眉筆 因為它的眉筆就是比較乾的 對 那你化上去之後 你有時候流汗什麼的 你用衛生紙貼一下 其實它這個都不會亮 真的 眉筆很重要 對 眉筆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眉筆是怎麼削的 知道嗎 這樣 來到膠頭 哈哈 眉筆它其實弄得長 然後就削直接進去 其實有點難度喔 對 然後就是畫好像這樣 很細細的地方 那個角 的地方 順著我們會 順著 順著畫下去 我們頭的眉筆是長下 對 然後下這樣 所以就是順順的畫 因為很多人會直接這樣子畫 畫上去的時候會感覺上就是 眉毛它比較沒有層次感 對 所以是一筆一筆一筆 對 在眉毛的地方是先上 對 然後到中間 然後到尾巴 順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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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的人比較喜歡韓式眉毛 對 眉毛它比較不會像美麗 對 它比較像美麗 什麼事嗎 對 對 雞下 雞下表情這樣 對 沒錯 所以眉筆選擇很重要 那這可以畫出韓式眉嗎 可以 可以 太厲害了 那當然就是你選擇別的顏色 就是要跟著 很重點 就是重點 跟著發色走 對 不要畫黑的啦 今天啦 你咖啡色畫一個綠色 那其實就會畫起來很像毛毛蟲 對 好 眉筆 眉筆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要快速嘛 所以再來氣色就是說 媽媽很快就是畫了眉毛 就像眼睛有精神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腮紅 對 因為你腮紅就是 你要刷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 這是腮紅刷嗎 對 腮紅刷 其實大家都分不清楚耶 對 刷就很重要 不知道 都亂丟 沒錯 那有些人就是拿那個比如就是 因為其實刷具有很多 沒刷 沒有只是腳刷 欸 可是是修飾的 對 修飾你的那個 讓你的晒更好 對 對 可是當然說不要說得太誇張 就變得很像 對 對 沒錯 所以你要看你的刷具 是使用在哪個部分 那像這種是腮紅刷 因為你不要用到太小 對 不要到太小 因為有時候太小的話 你刷上去很容易 會有色塊一塊一塊的 對 所以你可能就是說 你稍微用大的面積刷上去 然後你刷 我都刷完 記得在這裡什麼地方抹一下 有沒有看到 沒錯 像你這樣刷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粉 你的粉已經太多了 刷在臉上已經這樣色塊 那你又沒有把它弄均勻的時候 你就這樣上 所以你就把它放在上面這邊 那你如果不會的話 你就很簡單 放在手心上 把它多餘的魚粉 把它稍微拍掉 完之後 就是刷在臉上 那當然就是腮紅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要稍微 看你的氣色 又不會老氣的話 現在腮紅不會去上 可能就是比較歐美 他們會顯得就是說 看起來比較橫撞的 可是看起來比較 對 看起來會比較成熟一點 那你如果說想要年輕一點 你就笑起來 笑起來你的笑肌 是最多的地方 就是往那個笑肌的地方刷 先把最多的地方 放在中心點 然後再往外 推出去 然後把它上均勻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要當 因為有時候 我們嘴唇會比較白 然後如果說 唇邊看起來顏色比較深 那你就可以比較快速的 就是像 這種 氣墊的 沒看過 對 它這種氣墊的很簡單 就這樣按壓 它就跑出來了 那現在有的 你喜歡烏烏的 那你上上去的時候 它其實它上上去 對 你稍微推的時候 你上上去 把它推開 它感覺上就是很像 你本身的顏色 對 粉霧狀 然後感覺上你的嘴唇 就是有氣色 那因為有時候 你都上太油 你如果有上太多 暈到旁邊的話 有時候很像 所以你剛剛出怎麼玩喔 對對對 沒錯 那上完這個當然就是說 你要中間加 加一點水力 感覺上有光澤度 你ok 那你不上也ok 那這樣子就很快速的 媽媽妝完成了之後 看起來就很氣色 你就可以出門 漂亮亮去拿出來 對 你看這個就很棒喔 其實感覺也很簡單 不要緊工具是對的 對 然後 然後方法 對 其實你畫一個簡單的妝容 幾十塊就可以出門了 對 那再來就是 另一個妝容就是 上班主會 因為有個妝 對 看起來有氣色 就這樣 對 那重點一樣就是說 你的粉底還是很重要 因為你上班總不能畫太厚的粉 那就是說 一樣上的粉底之外 就是說一樣 選擇的有點很霜的 對 那要上 然後開完之後 那一樣 上眉毛一定要帶到看起來精神 那像偶爾有一個話就是說 你可能 呃 因為你可以選擇一點點眼影的部分 對 你可以選擇一點點 比較大地色的 就是說 嗯 現在是有型的打小弟啊 那些紙啊 那一些 那你就是上比較大地色 感覺上有點深邃 那又不會太誇張 其實你今天不會化妝大地色 畫上去 又不會很絕 對對對 沒錯 那當然就是說 還有 呃 睫毛 因為一般我們的睫毛都是比較往下垂 對 就像我當時有點下垂 都很像牛 對 就蓋在下面 那你睫毛就是說 當然啊 你要稍微把你的睫毛高 睫毛 稍微夾一下 稍微夾一下 那我們夾的方式啊 這是重點 重點 夾起來 你夾睫毛的時候啊 不能一夾 就是稍微夾上去 這個彈性 稍微有點臉 這樣子放開 那我們睫毛 你要分成三分角 根部 中間 尾巴 這樣夾起來 就會跟夾睫毛一樣 是一個 C型的 C型 那那個 就不會像Nike喔 來 打勾 永遠就看到你家那個太陽花 這樣Nike 翹翹 那那個力道 力道是不是 第一道 像沒有 像你第一道的時候 你夾的時候啊 你不要容易把它夾死 夾死的時候 有時候你太用力 就會變成Nike 對 而且 你的睫毛比較脆弱 你太用力了 會已經斷掉 沒錯 然後重點喔 你要記得你的這個項圈 這個圈啊 是有沒有已經陷下去了 你要陷下去比較快 對沒錯 要不然你的睫毛一夾上去 全部都剪 這很重要 對 有些人就是因為他沒有檢查這個 他也就是還要 頭髒 對 你的睫毛都先剪掉 所以這個很重要 好恐怖喔 很重要 這很重要 聽到我會幫你剃字 這很重要 對 要不然你就會變成沒有睫毛 對 好可怕喔 然後夾完睫毛之後啊 就是說 一般啊 我會建議說 先夾睫毛 再畫眼線 因為 有些人是先畫眼線再夾睫毛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怕畫到睫毛 對 沒有不是 是你夾完睫毛之後 對 那你今天先畫眼線再夾睫毛 對 因為眼線已經畫到睫毛 然後眼線 對 對 那你在這樣子夾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會控制 太用力太靠去的話 夾完之後 它全部都掉在這個上面 對 所以你的眼線其實短下幾個 對 所以你就先夾睫毛 夾完之後 你再把眼線稍微 噢 畫到睫毛很重要 不要這樣一亂翻 你的眼線 有時候造成混亂 所以你化妝啊 你頭要有點這樣 微微的事情有過 那我們眼睫很自然就往下看 看一下 你看你的鏡子這樣之後 其實你在畫眼線的時候 輕輕地要搬 對 對 這樣子 你看你這樣子很溫柔的化妝 很溫柔的化妝 對 化妝不要太粗魯 不要溫柔一點 要不然你化很多碗之後 你的皮都被你拉鬆 真的 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了 難怪我覺得 為什麼在 好溫化妝的時候 就覺得很舒服 因為就是溫柔的化妝啊 那其實你還有一些 注意一些技巧 就是說 當你這樣畫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輕輕地畫 假如稍微 看鏡子 你看你都不用太用力去搬 可是你如果這樣子 你都會這樣子去搬 對 太乾脆了 常畫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舒服 然後我的眼影環就來了 然後眼線就卡住了 對 沒錯 然後 然後畫完眼線之後 加完睫毛 然後再來畫眼線 畫眼線之後 你再來擦眼影 擦眼影 因為其實有時候 你畫完睫毛 畫眼線之後 有時候已經有神了 眼影不要淡淡的戴過就好 對 淡淡的戴過 對 可是你如果說眼影先上完 上完之後 已經上完了 畫眼線 哇 你的妝已經太好了 對 而且有時候眼線會 因為它已經有點粉的乾 然後就會 不順 對 就會爬粉 對 會爬粉 所以這樣爬粉 就不順了 然後其實有時候 你用直腹也是很好的方案 因為直腹 它有點點溫度嘛 像上粉底一樣 有時候用直腹這樣 它有溫度的話 其實會讓它感覺到比較滑 對 那當然你比較細膚的地方 一定還是會用刷眼 對 因為你自己鏡吃個比較大 對 可是大面鏡都可以用上 這樣子 小面鏡還是要用刷 對 那上完之後再來就是 因為有時候 粉就會卡在你的睫毛 對 那再來就是 我們就可以刷睫毛膏 那當然 刷睫毛膏的時候 可以順順地把它刷完之後 眼線一腳都掉下來的 這樣就OK 請問畫睫毛膏是 你不要畫下面嗎 還是遲到面身裡面也要 其實只要這樣順順地刷上去就好 因為有些人的臉皮比較靠 如果要加了上面這一點的話 你看你的臉皮很容易去沾到那個 睫毛膏 然後就會變得很濃 你出門就會變得很濃 對 就會髒髒 對 就會髒髒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能有說下體毛比較多的話 你可以稍微耐過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眼妝都完成OK了之後 就是稍微少一點點 腮紅一樣 重點是一樣 上個腮紅 那就是選擇看你的膚色囉 對 因為有些人的膚色比較 比較滑會黏一點點 你上太粉紅也會很奇怪 對 那或者是他今天是比較健康膚色 那你就可以選擇比較 比較偏橘一點點的 橘 比較大地色一點點的 那當然有時候 不要那麼的硬性規定 你有時候可以讓它多一點點滾 那你要判斷你自己的膚色 因為你如果說抓太橘的 往頭橘橘的也會很奇怪 有時候你就可以這樣子混著用 一樣的意思 你可以混著用 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說完山泳之後 那這個 有些人是有黑眼圈嗎 對 那你可能就是做到一點點黑眼圈 那黑眼圈呢 怎麼說 你黑眼圈 很難吃耶 黑激光 不是有時候用黑露 怎麼辦 對 那你可能就是說 有一些就是 蓋芭膏 你可以選擇一些那種蓋芭膏 那可能就是說用紙部的 用紙部的 對 輕輕的按壓 按壓完之後 因為有時候它 會有一些些 比較黏的地方嘛 那你就會可以選擇 不要太白 因為太白收上去之後啊 可是你也覺得兩邊白的 對 兩頭白髮的很奇怪 所以你可以選擇就是 一種比較自然的肌色 對 比較自然的肌色 然後一樣 用一種刷具 你刷具 對 然後從這一塊 順順的一個C 把它刷 刷順 這樣子就OK 對 我剛才 然後 我以為 這個黑眼圈是用 橘色的膏 還是色的粉 因為有 也不是說不是 因為有時候你們 一般的 還是黃色 你們很難去判定說 你到底要用什麼顏色 對 那你可以用比較 比較方便的方法 然後讓你快速的 就是遮瑕 對 因為你如果說還要調色什麼之類的 太麻煩 你到時候沒有說 沒有好的話 沒有階限 對 那你知道階限的問題 早就遲到了 對 然後到時候 有時候 就會兩邊 還有就是說 對 化妝盡量不要在 太昏暗的地方 化妝 那是黃光期來的嗎 其實你可以用一點點那種什麼 光 不要太暗 不要太暗 因為有時候黃光 你上上去 其實你的粉很厚 對 它出去沒感覺 對 其實還蠻可怕的 也有界限 有界限 對對對 因為化完之後 會有兩層的價值 然後 光要亮一點啊 白光比較好啊 黃光比較太厚 然後會嚇走太重 因為一般 辦公室就是那種 白光 很多買花 所以你就是如果說 你今天是上班的話 你就是有一個 白光工作 這樣子 還有出門之前 記得要照鏡子喔 再出門 欸 出門檢查啦 應該說檢查 對 然後上完之後 再來就是說 你再上一點點 純蜜 比較方便的純蜜 這樣子 對 那你這樣子就是 為一個 上班族比較有氣色的 妝容 這樣子 對 好 然後 第三個就是 正式的妝容 對 約會妝 跟老公約會 約會妝 對 然後 重點 然後 重點就是說 睫毛要長長 對 要優勝 對 還有就是說 要撕一點點遮瑕 遮瑕 因為 有時候 你還有一些毛細口嗎 還有遮瑕 對 那你粉底打完之後 對 然後就用一點遮瑕 然後遮瑕的時候啊 重要 你就要用 海綿 還有海綿 對 還有海綿 那這個海綿啊 就是說 你在用海綿的時候啊 不要整個是乾的 因為乾的話 它就是會 它就把你的那個都吸掉 對 而且是說 因為你如果說 因為遮瑕比較乾嘛 那你如果說 海綿會太乾 你遮完之後 你遮完之後 就會很明顯 對 然後所以海綿啊 當然有一點點 微微的濕 但當然也不要用太遮瑕 太遮瑕的話 上妝 這樣子 所以遮瑕 也很重要 遮瑕完之後呢 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 眼妝喔 因為眼妝啊 那我就是說 可能要遮瑕一點睫毛 因為 遮瑕我們可能睫毛的長度不夠啊 那又沒有去 加強 說 直睫毛之類的 對 那有些人覺得 比較不適合直睫毛 因為他的眼睛會比較敏改 或是比較容易有點累 那你就可以選擇 平常就是說 就讓他的自然 力氣抓 一點睫毛膏 那如果重要的願望的話 就是 戴個睫毛 對 戴個假睫毛 嗯 那睫毛很重要 假睫毛要怎麼選喔 該怎麼買呢 對 因為像這種是比較手工的睫毛 所以他的梗會比較軟 對 對 他的梗是比較軟 我偷偷給你們看一下 我試的 對 他這種是比較軟的 所以說 你看他在凹的時候 他的弧度 是都可以彎彎的 戴之前要稍微讓 那個睫毛UP一下 彎彎的 對 這樣子 阿姨回台 對 好耶 很重要喔 但他要參加怕底妝 那這樣感覺就是說 比較深邪的妝 所以 就選擇 比較大綠色 綠色有深邃 然後就是說 讓他比較健層感 所以 有淺色分色 然後有點濕光 對 然後有帶一點點出光的話 就是 六三的時候 也會有一點點亮亮的 當然 就是說 出光不能太多 還有就是說 亮的 亮的顆粒 顆粒不能太粗 對 太粗的話 感覺上質感比較不好 這樣子 OK 就在眼頭的地方 對 然後眼頭咧 這很重要 對 因為你如果眼頭打亮呢 就是讓你的感覺就是說比較深邃 然後眼頭亮度這樣就像外國人 重點是像外國人 對 深邃 對 然後千萬不要用白色 白色自白的話你打上去 你如果沒打好的話 很容易像你放岩石 對 兩坨岩石在這邊 對 你用的選擇比較大地色 然後呢 眼睛要看得有點無膚的 對 你不要讓你滾汁有點亮亮的感覺 這很重要 然後造成有點像有點落差 對對對 然後你就可以用有點點這種亮粉 比較細緻的亮粉喔 然後上的位置很重要 所以待會兒我們示範給你們看 然後呢 可是要上這個亮粉的時候 要刷子很重要 所以的話你不能用手 手的面積太大 上上去的面積太多 然後後面買你的話 然後就是說 看起來就會髒髒的 喔 所以你把它吃飯之後 你製造上的感覺 感覺有點落差 然後亮亮的光光這樣子 喔 對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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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